明明是點奶茶 怎麼會變得像是拉茶一般呢 苦主是新竹的一位民眾 他點了宵夜外送 結果喝了一口紅茶拿鐵 覺得不對勁 打開瘋膜之後發現 這個奶茶不但很粘稠 還會堪吸 甚至還能用手撈起來 直說真的好噁心 它在自己往下掉 好可怕的 紅茶拿鐵 紅茶拿鐵打開瘋膜倒出來 但奇怪 怎麼會粘稠還會牽絲 甚至用手一樓 這什麼東西啦 這奶茶居然可以用拉的 就像起司可以拉超長 民眾直呼真的可怕 喝到了第一口 它就是黏液狀的 然後我就直接吐出來 然後我想說可能只是 它沉澱一坨黏黏的 然後倒出來就是 它還會拉死 奶茶會勾芡到底哪一招 新竹這位民眾 28號凌晨點外送平台買宵夜 不料拿到紅茶拿鐵 喝了一口驚覺怪異 打開一看不得了 奶茶愁到便拉茶 趕緊跟外送平台反映 我都是現做的啊 所以我在想說會不會是 就是牛奶的問題 第一次碰到這個狀況 宵夜送出奶茶驚魂 店家強調經營的家庭式廚房 很重視衛生 可能是牛奶出狀況 但由於消費者已經將奶茶丟棄 衛生局回飲會進行積查 請民眾放心 也提醒民眾遇到相關情況 最好保留內容物和包裝 以利事後調查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在現今教授們的眼中 大學生是什麼樣子的呢 有期經會做了一份調查 六成五的教授認為 學生報告抄襲很普遍 甚至有超過八成的教授 覺得學生上課的時候 玩手機或是分心嚴重 各項能力都比十年前退步 隨機接訪 不管是私校或公立大學 都有學生坦言 班上多多少少都會有 報告抄襲的情況 有人覺得是因為作業太難 想不出來 也有人說是為了把時間 花在玩樂上 進入大學就讀早已不是難事 不過近來有基金會統計 現今教授眼中的大學生 各項能力跟十年前相比 似乎倒退爐 教授對學生的學習責任感 挫折的忍受力 感到滿意的不到四成 就有65%的教授認為 報告抄襲 拼貼網路資料很普遍 有過半數的教授覺得 學生在教室睡覺 或吃東西的情況嚴重 甚至有八成以上教授認為 學生上課是玩手機 嚴重分析 會網路上直接參考 或問確的GPD 是因為腦袋想不出來 然後想要趕快解決報告的問題 我都沒有認真在做報告 高中都被關的習慣了 大學就突然放飛自我 大學太廢了 所以說是要認真一點 彷彿吃了誠實豆沙包 不過有學生覺得上課吃飯 睡覺更常發生 在課堂上睡覺或吃東西的話 就是比較會有 老師會把課堂的東西複雜化 然後有一些學生可能會不好吸收 然後他們就會選擇自己回家自己去讀 發現沒有未來沒有希望 他就不可能努力力爭上游 這個國家將來的發展跟競爭力 自然就會上市 基金會也曾針對學生做過調查 近四成學生懷疑就讀大學的價值 更有三成學生對於畢業後悲觀 擔心未來只能找到低薪的工作 這些都可能是導致學生學習動機不足的原因 這不只是教育層面的問題 與社會整體環境更是息息相關 記者稱林一星的報導 購買大樓停車位在B1的位置都是買家的首選嗎 最近有網友發問以為B1停車位使用上最方便 所以應該會最熱銷 但聽到某些預售物的車位反而剩下B1滯銷 其他的樓牆都完售 很好奇B1哪裡不好呢 有網友就認為價格是最大的關鍵 買房連帶買車位 通常停車位的價格會隨著樓層越往下而跟著地減 但便利性也會跟著降低 那您會考量方便性還是價錢 我覺得省一點錢啊 反正同樣都是停車啊 我覺得只要可以停就好了 距離沒有太遠的話 走個一兩分鐘其實不是什麼問題 車位的方便性對買家而言未必是第一考量 有網友就發問以為大家會為了方便買車位 優先選擇B1 但是最近聽到某些預售物 地下室停車位一層價差20萬元 B2跟B3都完售 但最後卻剩下B1賣不掉 到底B1有哪些缺點 天文一出陸續有網友表態 價格就是最大關鍵 B1沒比較優卻又比較貴 當然不選 且B1通常有機車位 可能在車位旁怕會被A到 也有人認為繞一圈就省20萬 當然賣便宜一點 看到蠻多的一個買家 他們就會選中間樓層 有時候也會擔心說 例如說像颱風啦 淹水的時候呢 最地下那一層會優先被淹水 同時呢 它整體的一個氣味啊 也會比較差一點 畢竟價格會反映使用的品質 仔細分析利弊得失 才能把錢花在兜口上 這次陳寗玉玲宇 特別報導 萬聖節全台都在舉辦變裝活動 爸媽們最傷腦筋的節日又來了 不過有家長創意十足 孩子們的變裝秀 通通自己動手做 而為了搶萬聖節商機 各個遊樂園也推出了主題活動 只要裝扮入園 多數都祭出超殺優惠 不給糖就搗蛋 萬聖節小鬼出動 各個奇裝衣服 但今年一眼望去 動漫風似乎沒這麼夯 爸媽們總萌娃路線 比創意更要比手工藝 半路一起 不來糖就搗蛋 不糖我又搗蛋大黃蜂 看看這隻大黃蜂 現場大變身 每一塊小機關都是爸爸精心設計 用紙板自己動手DIY 修修改改三個禮拜 真的好不容易 但成功讓兒子成為萬聖節 最帥氣焦點 因為國外其實也有 家長有做過 所以我是看他的影片 然後自己想看得怎麼做 比較簡單 或比較適合他的尺寸 你要想說怎麼動 他才不會卡住 或是比較適合他的尺寸 然後看起來比例又不要太奇怪 我今天辦扭蛋店 喜歡扭蛋 媽媽乾脆把它變成行走的扭蛋機 給糖就送扭蛋 創意變身也通通自己來 買不起愛馬仕沒關係 爸爸又做的送給你 萬聖節全台豐便裝 讓各大遊樂園也趁勢推出主題活動 情節限定的陰森墓碑鎮 讓大家體驗陰森森的感覺 六福村推出只要全身裝扮70%以上 直接搬家入園 其他像是劍湖山 義大遊樂園 利寶樂園 只要遊客有裝扮 或是配戴相關配件裝容 通通祭出抽煞優惠 兒童新樂園 週末假日更開放免費入園 槍攻萬聖節商機 讓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玩 不給糖就搗蛋 見台北綜合報導